Hello大家好 中国遗产继承系列我现在做了20多期 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把继承这个步骤 整个这个环节是讲完了 今天呢我就在这一集里讲一讲 简单回顾一下讲了哪几大块内容 和即将之后跟遗产继承有关的 我还将怎么样讲 首先呢先说一下讲了什么 那么我们从中国民法典 关于继承这部分了解了一下中国的法律规定 那么然后讲到中国遗产继承的流程 那么就是两大块 一块就是继承的 怎么继承谁是继承人怎么继承 也就是要走继承公正或法庭诉讼 相应的文件是继承公正的一个公证书 或者是民事调解书 或者是法庭判决书从法律诉讼这么过来的 然后呢就是过到去过户了 过户其实那个很简单 最难的最麻烦的就是这块怎么分财产怎么分的问题 这里涉及到主要是房子 也讲一些现金 那么也讲到 在这个怎么来分配的这跟法律相关的 那涉及到一些事例 这个地方还有很多东西可怕 我的网友发了很多私信 我可以不说他们的名字 但是他们有些人是同意说分享他们的故事 这个呢我在以后会把它加进来 另外在遗产继承 特别是房子这块里面有一大块我还没有讲 就是什么呢 央产房的手续 那特别是在北京地区 涉及到大专院校 国家机关 中职机关 他们的这个房子以前都是那种 叫什么房改房嘛 有公家的房子 然后很便宜的租金量过度 最后变成个人的房产 然后这种央产房要过户和上市买卖 是需要有走一个专门的手续的 我们家的房子就属于这一类的 也有很多网友非常期待看这个内容 那我们家现在房子这个呢 是走完了这个程序 虽然具体我不知道怎么做的 所以我需要做一些调研 但这一块以后会加到这个系列中来 那有关心的朋友呢 就再耐心的等一等 那到这里为止呢 比如说房子已经过户了 实际上就继承完成了 现金你也拿到了 这个就是继承是完成了 从你父母的 他们的名下转到你的名下了 好那后面呢 是什么呢 就遗产继承是结束了 但是后面我们继承了以后 你拿着中国的房子 你拿着中国的人民币 我们生活在海外呀 所以我们很多人关心的就是 怎么样把这个房子卖掉 怎么样把这个卖了房以后 和继承的现金 人民币转成 相应我在这个国家 比如我在加拿大换成加币 然后呢 购汇 转汇到我在加拿大的银行账户 对吧 这是大家很多人关心的 很多朋友都一直想让我讲这个环节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也是时候了 尽管说我们家还没有到这一步呢 那么我在后面呢 就会把继承之后的这些内容 租房 卖房 卖了房子以后 你这个现金 或者是你继承的现金 怎么样去购汇 那么要通过外管局的一个审批 这个外管局的审批 这是一个环节 然后审批了以后呢 拿到了批文 你就可以到银行去转钱了 好 转完钱就完事了 好 还有呢 在外管局审批的时候 实际上在卖房的时候 和外管局审批的时候 涉及到这个买卖房屋的税收问题 虽然说这个税是由买房能承担 但是呢 外管局审批购汇的时候 是要看这些税务的单局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这个上税是怎么样 这也是一大块 我要调研的 那么这周呢 我就准备了一个外管局审批 遗产继承后的资金转移 换汇购汇转汇这么一个审批 这么一个视频 还有什么呢 你到银行以后 转汇之后 一大笔钱入到你 加拿大的账户上 哎呦 我要不要上税呀 在当地 这些问题都 我都分成小视频 一次我讲一个专题 这样呢 你关心哪个专题 你一搜关键字 你就可以搜出来 所以呢 不管你们家的遗产继承 是到哪个阶段 或者你就是 事先了解一下 都会对中国这一套的 运作程序啊 有不了解以后 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希望是 不思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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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